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 补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 为天为大为大啊 只有天最高大天 孔子孟子思想中 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 忍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道大到无情生于天地 大到无情运行日月 大到无明 将将万物 无不知其名 向明曰道 新静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日记事也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何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 第二十节 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 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 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 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明明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